盘点几种最适合女生养的狗 快来看看你家的狗有没有上榜吧 第一个 德木 这可是一种几乎完美的狗 在狗界是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 要颜值又颜值 要智商又智商 瘦瘦的你要是有着它的陪伴 再也不怕十二点回家了 毕竟谁也不会随便招玩一只大狼狗 稍假训练就能成为你的贴身保镖 但德木的性格养成很晚 不做特殊的训练不仅不凶 还会从小萌到大 具体的可以去看看赫兹 第二个 烟木 独居女生最重要的就是防患于未然 烟木主打的就是一个聪明 加上胆小 它本身警惕性就很强 但凡有点风吹操动 它就能察觉到 让你在危险发生之前 就做好逃跑的准备 而非养烟木还能防止卑绿 动得都不 第三个 二十七 上帝创造狼的时候 把他操动 养儿哈雅会让你提前感受到 生活的刺激和社会的险子 让你从此引入一颗包容万物的 强大心章 欺软怕硬 行为旺盛 每天六台肯定能帮你减肥 但是它是一个爱胖体质 一不小心就变成了哈士猪 瘦小的你身边要没有了它 既能凸显出你的睿智 又能凸显出你的身材 第四个 罗维娜 忘听这名字就够拉风的了 外表具有震慑力 内心却是一个软蒙黏人的狗 虽说它是烈性犬 劲儿还大 但是它服装性小 国外有些生肥 是个铁罕 该出手的时候 它会出手 具体的你去看看一坨 第五个 金毛 暖男可不是白叫的 女孩每天网购的东西很多 拿快递可是金毛了 看家本领 毕竟是个巡回猎犬 在家帮忙送锅铁 扔垃圾 他都能干 最重要的是他忠诚 真遇到危险啊 这家伙将近一百斤 还是能派上点用场的 第六个 李熊 又被叫做小丑狗 假如你被男朋友欺负了 他可以动你开心 而且体型小 不掉毛 还没体味 就简直因为 还需要定期的美容 李熊的颜值都不一定 就要完全取之于 托尼老师的厨艺 第七个 科技艺 首先科技是个网红狗 远远的屁股 隔暖的腿 你带他出门 回头绿 也就能靠标 而且相对好控制一些 你只手 能给他拎起来 破坏力也不得当 除了性格稍微坠一架 才掉的很好 其他的一定会缺点 一把个 估计 现成优美 风景中间 成本的 活动够不帅 掉毛少 几个小 技术发达 虽然有个精神的思耀 但是非常认识的 坏人看 就要绕到脖子 你随便 发了一点 非照片属 就是教育料理 不想 严肃不大 那我们这种会儿 照顾的 特别简单 因为因为我怕 你跟他干的影响 更能熟悉的 就能熟悉的 你熟悉的 你熟悉的 不掉毛 你能熟悉的 你觉得痛 又是一样 但不是目前下 你会发现 物费压力气势 然后 到两个影响 都大了不起 这里比较多一点 是出门又好 不得了 那没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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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